哈啰 前几座停根是因为我跟我妈妈已经三年没有见 终于在疫情后的今年妈妈来美国看了我 原本是抱着要陪妈妈好好享受旅游还有相处的时光 所以就没有计划要拍加拿大的行程的影片 只是单纯记录一些我觉得很美好的当下 本来想这么刺激的历险记自己消化完就好了 但是因为都没有资料显示 Montreal的治安现在那么的不平和 所以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加拿大踩坑的惊魂记 给有计划要去Montreal的朋友提个醒 欢迎光临motherbee的百年老屋 狗屋里住了两个喜欢设计艺术的女生 加上一只狗兵马AK小帮手我是A 我们是分享经典生活风格设计艺术 居家改造DIY的频道 对了看那广告麻烦大家多帮我们看个几秒 现在没有办法看完的朋友也别忘了先存起来 才不会在茫茫油管大海找不到我们哦 这是铃铛耶 哦 这是叮咚耶 你看看看 待过旧金山还有纽约的我们 出门旅游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 其实已经很习惯在行为或穿着上要低调 而且要小心谨慎 美国人叫Street Smart要随时观察路上的情况 因为在美国很有可能在同一条路上 一条路没事 但另外一条路你会看到可能很多的zombie 或者是怪怪的人走来走去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选择它对面的路秉持着低调小心 要Street Smart的精神 我们在墨西哥自由行 还有法国滞留一个月的时间 也都安全下装回美国 所以这一次行程之前 居也如往常的做了功课 看了一些旅游攻略也说 加拿大的人很好 很友善很浩客都说加拿大治安很好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行程式六天五夜 因为有长辈还有毛孩 加上我自己是一个小膀胱 所以我们不追求一天就要抵达加拿大 再加上这部车是在疫情期间 还有供应链都没有恢复的时期制造的车 我们都觉得品质上有差 以前做同一个型号的车 不会晕车的我 还有乒乓都会开始晕车了 所以我们计划在第一天由家里开车出发 到纽约上周待一晚 蒙特罗两晚 回北客室一晚 然后再回到纽约上周待一晚 接着就回家 由于我们的行程是比较松散的 所以在到了中午的时候 到Montreal在Resident in check-in完之后呢 就很悠闲的开始我们的行程 是去皇家山景点 加拿大热的比较慢 所以在满天飞舞的普攻音之下 导致我急性过敏 有点严重无法呼吸 眼睛感觉视线的范围缩小 而且明显的肿胀 所以我们就马上回到了饭店 回到饭店后因为有点严重 所以G又开车去附近帮我买药 回来的时候呢 还很开心的跟我说 我停到饭店门口的位置耶 因为我们心想停在饭店门口 应该是很安全的 而且我们房间又对着大街 可以直接从窗户看到自己的车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 警报器一想 第一时间可以冲下去 所以应该算很安全 但现在的我 只能无奈的对过去的我说 好傻好天真 现在科技进步 你真的以为那些偷车贼的技术 还停留在五年前吗 最后会跟大家update一下 现在偷车贼的技术 第二天一大早 G起床后 打开窗帘想要跟他的车到个早安 结果你没猜错 我们发现车不见了 对不见了 他凭空消失了 因为去加拿大前 我们才查过他们的治安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当下我就先问G 是不是昨天买完药 换地方停车忘记了 G说他非常确定就是停在正下方 然后我们就想 有没有可能是被拖掉了呢 但是下面的停车的告示是可以停车的 此时深感不妙的G 就先下去询问柜台 是不是有找人来拖掉 饭店说没有 饭店说很可能是失窃了 让我们打911报案 我们又去问了旁边的餐厅 餐厅也都说没有 G立刻打了电话 但由于不确定是被拖还是被拖掉 所以Dispatcher 就是让我们改拨打311 是他们的市民专线 然后要确认有没有拖掉的记录 如果没有拖掉的记录的话 他们就会立刻出警 于是改拨311之后是冗长的等待 大家都觉得美国人做事效率很不好 但是加拿大也不遑多让 同时不死心的我们看到饭店对面的房子有在改 有工作人员在指挥交通 也跑去询问了指挥交通的先生 他说他早上六点到的 但他没有印象有看到任何的车 这时候我们的直觉就是大概八成到九成是被偷了 可是因为还是要有311那边的确认 确认他们没有拖掉 我们才可以报警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事情是 先确定车子是不是被偷 如果是被偷的 那我们就要报警 报警之后还要告知保险公司 再接下来就是要处理回美国的交通的问题 终于大概过了不知道无数个十分钟之后 终于电话接通了 确定他们没有拖走我们的车 所以我们只好再次报警 报警之后才能拿一张单子 跟保险公司申请车子被窃的事件 报警的时候加拿大的警察先生说 他们案子很多所以会比较晚来 来了之后他们也并不意外 先问问车子的型号 然后就说我们的车是小偷的最爱的前三名 接着加拿大的警察就非常chill的跟我们说 很大的几率找不回来了 我们心想所以还没有开始 你就已经放弃要帮我们找车了吗 反正走完程序之后呢 他给了G一张名片大小的报案收据 看起来真的很像在恶作剧还是开玩笑的一张名片 等待车子被偷的这段时间是最煎熬的 因为要影响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处理 如果被脱掉那就很简单 我们去缴罚款带车回家 但是被偷的话就会影响接下来很多的环节 但终于在确定车子被偷之后呢 大家就决定行程要不要继续 继续的话要如何安排接下来的交通 其实我的心里当下就是决定要留下来完完整个行程 不然很不划算啊 房间也不可能在最后一刻取消 而且我妈妈难得从台湾来 其中最期待的就是大家说很漂亮 人很好的加拿大的行程 我也不想要因为我们车被偷 就给我妈妈一个很不好的回忆 还好G跟我都很有默契 一致都认同要留下来完 反正人没有事就好 交通的问题一定有方法可以解决 那我妈妈是以我们的意见为主 但她时候也说她本来以为我们会直接回美国 但其中压在我们心中的大石就是加拿大回美国的交通 因为有冰棒 所以我们最理想的是从美国连锁租车公司 在加拿大租车然后美国还车 殊不知在美国可行的A点租车B点还车这个方法 因为是跨国所以不可行 当下我们也查了机票火车 可能都是旅游忘记又是last minute 所以都异常的贵 大概是可以买一张回台湾机票的钱 大家是不是以为火车会便宜一点 结果没有 因为美国的火车其实收费还蛮高的 跨国的火车大概是人均300到500加币 在这个情况下G就突发奇想 想看看Uber可不可以跨美加边境 把我们送到边境最近的租车公司 接着他填上destination之后 没想到居然还真的可以 而且还可以带冰棒 车钱大约是200美金 此时我们以为心中大石终于放下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确定可以这样回美国之后 我们就也没有多细想 殊不知还有更精彩的关卡在后面等着我们 接着就是要联络我们的保险公司 因为G很怕这个事情不是在美国境内发生的 怕美国的保险不保 不过还好美国跟加拿大是有签约有理赔的 加上我们保的是全险 就是包含失窃之后 保险公司要帮我们处理后续两周的租车问题 还有理赔 但是因为我们不在美国境内 所以前48小时不包 也就代表这接下来两天 我们在加拿大租车的费用是不包含在内的 但保险公司会负责我们回美国之后 两周的租车开销 这时候处理好之后 大概也过了午饭的时间 不过我们很庆幸的是 当天我们还在Montreal 也还计划待在这个饭店 所以我们多了可以缓冲情绪 还有处理事情的一些时间 不过待在饭店大眼邓小眼 只会给大家添堵 然后一直回想起那些很不好的回忆 所以呢我们就按照原计划 逛他们的旧城区的部分 还好逛历史建筑是很舒压的 不过看到他们的海港 大家除了偶尔吐槽加拿大治安 还有想回我们百年老屋之外 也就开始渐渐释怀 想说眼看看人家国家的好的一面啊 不要以偏概全啊 每个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啊 不过也提醒自己以后要更加小心 参观完景点回家的路上 刚好会经过Chinatown 我们就想说喝杯手摇影压压惊 殊不知在Chinatown 秉额下面的入口 一个大叔以飞快的速度在我们眼前闪过 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后面就追来了一个阿姨 然后用粤语气急败坏的大喊说 不要再追了 我是看港剧多年大概猜到他们在说什么 可是他在中间又用粤语说了很多话 说了什么我们也不太理解 所以也没有多想 想说反正在纽约Queens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区的旧金山 我们都在Tenderon住过了 非常熟悉这种游戏规则 所以我们就想提高警觉就好 没想到过没多久 就有警察来了 然后问那位阿姨一些问题之后 就朝着刚刚大叔飞奔的地方开去 当下我们真的是 登登 原来我们刚刚目睹了强岸的后半部 此时此刻 我其实已经不太在乎 加拿大到底美不美 要客观不要以偏概全 当下我根据的红色警戒灯响起 开始绷紧神经 警觉度调到最高 以在巴黎不好的区域走跳的警戒标准来对待 接下来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事 不过我们看人的眼光已经都不一样了 加拿大的第三天 我们去Quayback City这一路都还算顺利 当天出了车到达饭店 饭店的招待非常的热情友善 帮冰棒准备了小床还有零食 还给了我们一间view很棒的房间 总之整体感觉好了非常非常多 终于感觉这几天紧绷的神经可以稍微放松了 也还好有这个放松 可以面对接下来更大的刺激 虽然感谢大家默默的支持 但我们的频道也需要看你们不隐晦的 大胆若勤的点赞留言订阅来发电 说到这别忘了donaldon 你可爱的小手手帮我们点个喜欢 你的支持对创作者而言 是继续做下去最大的鼓励 虽然待在Quebec City的饭店里我们都很放松 但是前一晚上G就不断的提醒我们 从Quebec City回Montreal要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还是要很早起 然后很早出门 但是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所以这天早上除了G 我们在Quebec City吃着好吃的可颂 想着如果下次好了伤疤忘了疼 Quebec City是个还不错的选择 以为这些不顺利的事大概也就留在Montreal 接下来应该就可以无障碍的按计划 回Montreal还车 然后搭Uber回美国边境租车 进行最后一天Kingston的行程 然后就可以回我们可爱的老屋 那因为Quebec City到Montreal要三个小时 所以吃完早餐 我们9点就立刻出发去Montreal还车 换完车大概中午12点快一点 叫到了一辆可以带狗的Uber 可是Uber司机一来看到我们的是大狗 就有点不友善的说狗只能待在脚踏店 或者是要待在后车厢 当下我们十分不悦的 因为我们叫的车的时候呢 已经著名有带狗 是Pet Friendly的Uber 但因为我们太想要赶着回美国了 所以也就答应了 司机开没多久就问我们 目的地是美国吗? 我们说对啊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他没有办法跨越美加边境 要他在也可以 但是到了边境 我们就要自己下来用走的过美加边境 先不说这个可能性 我带了我妈妈欸 这一个行程 对他人也已经是经历很多波折了 我就想说这也太不可能了吧 我们之前已经很不能认同 他不让冰榜上位子坐 所以我们就立刻跟司机说 我们要cancel trip 下车之后呢 我们查了一下还真的发现 原来Uber是不能跨美加边境的 为什么Uber的官网要给我们假希望 我们还提前预约了车子 上面的目的地也很清楚的说是美国境内 好吧 我们真的很气那一位 对我们家冰榜很不友善的司机 而且你接我们之前就知道有宠物了 不过还好 有登记的计程车可以 所以G就打了电话给当地的计程车公司 再次确认我们是要回美国 而且还带了一只狗 终点是在美加边境的租车公司 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 他可以找司机问问看 然后也找到了说有人愿意载 没有问题 问了价钱之后我们也觉得可以 他们说司机大概十分钟后来 不过可能他们在过法国的时间吧 所以我们等了无数个十分钟 心里想说会不会是被放格子了 此时G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心里万分煎熬 因为美国的租车公司五点就关了 这个时候呢他还一个人默默独自的承受这个秘密 接着G就又去问了别辆计程车 别辆计程车也都不愿意载 在这万念聚会的情况下 司机先生终于来了 是一位有点憨 带有浓厚法文腔的英文的法国人 人非常和善 也没有叫我们把乒乓放在脚踏店 司机先生说他没有带护照 但他叫他太太传护照照片给他 然后过海关的时候给海关看护照照片 我们当下也只能想说好吧 既然有人带我硬着头皮试试看了 因为最差最差的情况 也是我们最不希望的情况就是进小黑屋 此时已经差不多是下午两点 这个时候除了G我们其他人都还不知道 我们在美国的租车公司已经快要管了 从Montreal开车到租车的地方 要将近一个小时20分钟 顺利的话 到了美加边境已经是下午快三点 到了边境也是最刺激 决定我们能不能顺利通过海关 赶在租车公司关门前去取车的关键事件 到海关的时候 我们拿出我们的证件 司机先生拿出他老婆 传给他的护照照片给海关大人看 果然我们被海关给拦下来了 海关一定是觉得司机先生也太甜饼了 以为拿着手里的护照照片就可以从美成功 于是我们所有人被叫进去了海关办公室 做第二轮的盘查 最不希望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又不知道多少个十分钟过去 终于负责我们的海关 把我们叫过去问了一些问题 然后他跟我们说 司机不能去美国 必须要在这里折返回加拿大 可能是有乒乓的加持 海关说可以帮我们叫计程车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居的眉头越皱越紧 又不知道过了几个十分钟 车来了 是一个很肯的黑人司机大哥 当他问我们这一天过得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倍感亲切 马上跟他说我们的车在Montreal被偷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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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大哥就说他不久前载到的很多客人 也说在Montreal车子被偷 司机大哥说现在在Montreal 车被偷是一个big thing 知道我们要去租车公司之后呢 司机大哥熟门熟路的几个甩尾 终于在四点半的时候 把我们送到租车公司 租车公司也告诉我们 有好几个客人开车去Montreal 车子被偷了 然后就说不过好在你们回来啦 welcome back 从来没有像当下那么爱美国过 不过这也是后来 决定要拍这个影片的原因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塞后加拿大旅游治安的时候 这些比较真实的情况 都没有被报道出来 接下来呢我们也在事后复盘 为什么防盗器没有响 我们一开始用加拿大的治安查 几乎都说很好没有负贫 但后来我们用加拿大偷车 或者是蒙特罗偷车来查 就有非常多人在近期 有几乎一模一样的经验 我们本来以为是因为美国车 比较容易被target 但也有居住在加拿大别的省的人 去Montreal 之后呢车子就被偷了 原来那些偷车贼的科技已经很进步了 他们利用车子有 Keyless Remote Start的系统 用讯号放大器 接收你的车子钥匙的讯号 然后基本上他就复制了一样的讯号 来开你的车 对于你的车而言 他就觉得 没错你就是我的主人 我的主人在开我 也就是这个点 所以我们也有点怀疑 可能饭店也有点问题 要不然怎么会把我们安排在靠街道的低楼层 然后在我们去柜台询问的时候 他立刻就让我们打911 而不是311 后来看了Google review 别的人review这家饭店 发现有留一个一星评论的人 他的车也停在这家饭店被偷了 因为Montreal的地点 他离港口很近 所以他在偷走你的车的第一时间 他就开往港口 跟着呢 就运到货轮上 运到非洲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也因为车子被窃 所以上网看到很多人 跟我们发生一模一样的情况 待在饭店 还花钱停在饭店的停车场 车子也被偷 还有人把AirTag放在车子上 然后发现的时候 车子已经在出海的货轮上面 可能加拿大警察也知道 Montreal有这个地利之变 我们的感受是 他们很佛系的没有要解决 或者是改善这个问题 还好一路上还是有遇到很多 让我们很温暖的人 但是我们跟Montreal的缘分已尽 没想到回纽约每两天 加拿大的大火的烟雾 就飘来我们这里 看来是敬上佳境 遇到这些经历 我们还是正常的 该吃吃该喝喝 微笑的面对这一切 毕竟人生嘛 总是会遇到几个红点 但是你不能忽略这一路上的绿点啊 也算是这十几年 在海外当第一代移民 单打独斗训练出来的心志 当然这次的历险记 我们自己复盘之后呢 也给了我们三个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遇到问题的时候 生气跟抱怨挫折 都是最没有用 贫瘠的情绪 还相对的会影响我们做出判断 有可能会做出更错误 或者是后悔的选择 很庆幸我跟G都很有默契的 立刻进入解决问题的模式 也没有让这件事情影响我们太久 当天中午把心情调整好之后 就继续开始我们的旅程 旅程中我们也没有在深究 或者是跟饭店有没有关系 诸如此类比较没有帮助的话题 第二个保险要保全 我们都在想这次可以比较坦然面对这一切 有一个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有保全显 第三个 听起来好像比较平常的一句话 但是真的是人没事就好 只要人平安健康 其他的都是过往云烟 不过就是几个小红点 打不死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垫脚石 今天的影片也不是要黑加拿大 我们还是相信每个地方都有好人有坏人 单纯分享自己踩坑的经验 希望大家要去Montreal之前都可以避开这个大坑 也祝福大家的爱车都快快乐乐的出门 平平安回家 如意外 我们下周见 拜拜